歡迎樂句Referee來到我們戚餐樂壇 Hello 大家好 四位成員在這裏 過往你們有派過Jacky的刨烤山莊 聽得比較多你們的訪問 這是第一次來到戚餐樂壇 很興奮嗎 還是睡醒了嗎 睡醒了 好精神 大家早安 四位成員在這裏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鼓手阿波 我是結他手李輝 我是Focal Lewis 我是Base手阿King 帶上最新的歌叫做Mario 歌曲有介紹到 希望接下來是否用幾個角色 可能是三首 一個卡通人的角色 成為你們的歌曲 可能是2022年 橫跨2023年 都是用這個主題去做歌 誰想起這個大題目去做Referee的新歌 其實是我們四個一起坐下 因為我們過往的單曲 都是以一些獨立的主題去寫的 但是我們去到開會的時候 大家就想想 我們這次想讓大家聽到Referee的歌 是一個主題形式 又或者其實是一系列我們想說的東西 是一些主題來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以一個打遊戲的形式去寫歌 這次第一首就是Mario這個遊戲 之後我們也會做一些其他遊戲類型的歌 我想問你們平均年齡是多少 20宗 20宗 Mario都真的會認識 如果再小一點 Mario好像比較上一代人會玩 而且真的會留意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們這集全部都在玩 真的 Mario卡、Switch那些很好玩 駕賽車或者派對 現在有派對 小遊戲 其實也有很多Mario遊戲 因為我就以為你們會不會看 在One Piece、Spice & Family、Onley那些 都有看 原來這個角色Mario很經典 所以就更加要用 可能我們的上一代到我們的下一代 都還在接觸他們 所以就誕生了有這些角色的念頭 才會再寫歌創作 沒錯 那打算是做多少個角色 會不會越做越多 我們主要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這系列有三首歌 第一首歌就是Mario 我們未必是以一個角色來做主題 可能真的是一個大的遊戲 可能Mario是屬於某個類別的遊戲 接著我們接下來的作品 可能是一些趣味性高一點的 變回熱血一點的遊戲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期待一下 有這個角色已經出現了 他打算寫歌 Referee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想著Mario的角色去寫這首歌 其實本身是我先做一首Demo 那首Demo其實還沒有構思到Mario這個角色 寫完Demo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想這首歌 到底適合做什麼題材 我們其實那時候已經做了一大堆Demo 然後就坐下來聊到底 我們應該要放些什麼題材 最後聊了我們發現 不如打遊戲吧 我們四個都這麼喜歡打遊戲 基本上可以說是我們大部分人生的時間 都放在遊戲裡 還有音樂 還有音樂 先打回頭盔 是並存的 有時候打遊戲很累 是很正常的 所以接下來的系列會是分享我們喜歡的東西 即是無論是玩的風格 音樂上的三首歌 還有音樂風格 未必一定是打遊戲的 不 是打遊戲的 題材是打遊戲的 但我意思是玩的音樂風格 全部都是我們喜歡的 這個題材也不錯 很多人打遊戲的 大家一定有共鳴 至少我們四個有共鳴 自拍了 所有DEMO都是由King負責的 不是 有好幾首 這首是 因為我們收到DEMO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同首歌是否發出錯 去到Thorus的時候就認得了 這次是否主要用MIDI去組裝出來 不是真樂器去組裝出來 因為我寫歌的時候 我需要有一個圖片才能寫到音樂 你寫這個圖片是什麼 那時的圖片是一首韓文歌 就聽到韓文還是日文 阿傑話 所以我寫MELODY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 就是我會放一些我的語言 例如我想的曲風是類似日本 或是韓一點 我就會放一些我自己覺得像日文的日文 放在首歌裡面 他們聽到DEMO的時候 就覺得很搞笑 有些字是 為何未聽過 好像是日日地 但又不是 那些 阿Louis好像熟這個歌詞 更熟 梁柏京姐 因為這首歌 我們本身在Band房子裡錄完之後 聽到我的歌 有一個步驟就是Edit的部分 我當時聽了這首歌 大概200次寫這個版本 所以我記得阿傑說 雖然我不知為何 但我記得怎樣讀 但阿傑這個DEMO其實 可能是intro 即是MIDI 或是砌出來的program 都有些打機的感覺 即是叮叮噹噹噹的聲音 其實你選中這首歌 如果以這個題材來說 這首歌是中了 其實寫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少少構思 但還沒有選擇遊戲 但大約的方向是想做打機的時候 已經肯定了 所以我做這首歌的時候 會想到很多MIDI的事情 就是做一個圖片 好像打機裡面會聽到的 一些聲音效果 就放在裡面 就令我幻想到 可以撐得到現在這個音樂出來 好了選了這首歌 成為Mario 要用這首歌 有沒有跟監製 可能Sammy 或者羅賓去聊 是不是真的用這首歌 有沒有跟他們一起開會 還是那些抉擇權在你們那裡 我們其實會 在弄模式的時候 在弄模式很Raw的時候 就會給Sammy和羅賓聽 因為我們試過做一首弄模式 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給他們聽 結果可能不對的時候 就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他們說 我很喜歡很Raw的 一支結他彈 例如你唱個Melody就可以了 不用弄得這麼漂亮 那就是在那首歌最初型的時候 就讓他們去聽 拿意見 然後去到之後 OK 大家都覺得這個Melody 是適合的 我們就真的認真下去 編曲 所以在監製的部分 可能是由首歌 沒有有初型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角色已經很重要了 給了我們很多不同的評論 還有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教我們怎樣拿聲 又或者是用他們的經驗去跟我們分享 所以都很感激兩位 那是不是都是由他們提議 不如找梁柏堅去寫些訓詞 對 因為我們和柏堅是第一次合作 也是我們是新認識的朋友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見過面 但很少相聚和聊天的機會 在這次合作中 我們互相了解了多少少 去到聊天 到底我們想說打機的時候 會不會是泰國小朋友 沒有什麼說 因為我們以前過往的歌 都是自己填詞 未必可以真的很完美地表達我們想說的 但這次拍見了一份很專業的歌詞 他幫我們說了一些我們本身想說的東西 又或者是表達得更加好 所以真的很感激他幫我們寫這份歌詞 這首歌的題材叫Mario 但梁柏堅的歌詞好就好在 他沒有很直白地告訴大家 這是馬利奧怎樣去玩賽車或過關 反而你不改了這首歌的Mario這個歌名 是可以改另一個歌名 又有另一個意思 這才是這份歌詞強勁的地方 沒錯 我們這次就想以一個全新的面貌 去推出一個比較輕鬆一點 groovy一點的作品給大家聽 所以其實都很配合Mario 因為其實這首歌我們想說 因為Mario這個遊戲其實很有趣 很多遊戲的主角都是很厲害的 但是Mario他有一顆很小顆很差的一個角色 就慢慢開始變大 拿道具 才會令自己可以救到公主 但是這個遊戲很有趣的就是 你的任務 拿完那些道具 你其實不是要打那些怪獸 打那些Boss 其實你最主要的那個任務 其實就是拯救你的公主 代入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會遇到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面對問題 就要硬碰硬去面對 其實有很多時候用我們的智慧 比如像Mario一樣 他看到有很多蘑菇仔 我們就進水館避一避 然後等他們離開的時候 我們就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最後的結果 其實我們要拯救公主 只要認清自己的目標 運用自己的智慧 其實就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吧